大家好,我是孫敏起 今天和大家講的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的一句說話 就是烏雲頂上游情空 為甚麼呢? 一會詳細解釋 今天港股表現早段叫帥仔 一度彈百多點,成為美股反彈 一度重上21500水平 不過不久升幅不斷收窄 中午收市其實已經下跌 下午再跌幾前重 真是淒涼 一度跌成200點 最後收市更好一點 沒有跌那麼多 是收市1269跌,128點 成交654億 從這個圖來看,起碼恆新指數 兩支陰燭來說 黑奮奮,烏雲,真是烏雲 不過烏雲的頂上就好像有些情空 情空意義起碼從反彈的角度來說 有些情空之有機會彈一彈 為甚麼這樣說呢? 其實從幾方面說 起碼從技術上 恆新指數已經逼近兩個重要的支持 第一個支持是甚麼呢? 就是去年7月做出的 密集區支持 這個圖每次都看不到 但我告訴大家數字 去年7月做出的 位置是21200至21500之間 今天大家應該知道 低位是21198 跌進 甚至稍稍跌穿底部 總之跌到密集區支持 但這個機會有的 第二個重要支持 不好意思,都是看不到這裏 都可以告訴大家 都是去年7月做的 這個就是上升列口支持 上升列口是多少呢? 介乎是21044和21177 這個上升列口 不說得少 因為是突破列口 即是突破一個阻力出現的列口 通常這些突破性列口 支持是特別強的 從馬後炮說 今天見過21198之後反彈 21198、2177差20點 迫近上升列口大影步 他就反彈 好像是否顯示有些支持 無論如何 總結來說 列口的支持 是要大家記住 除了迫近兩個重要支持反彈之外 有幾個反彈之外 從技術指標來說 他也有機會出現 所謂的超賣之後的反彈 什麼技術指標呢? 就是RSI 即是相對強型指數 今天再跌一跌 已經跌到24 24的意思是什麼? 跌進了30以下的超賣區 30之下 其實理論上 就是垂水彈 所以從幾個角度來說 恆之真的有機會彈一彈 加上看看重貌股 首先看中二棟 中二棟 今天大家知道了 疫市上升 真是英俊 好久沒見那麼英俊 中二棟約世了很久 疫市上升之餘 現在還要補回下跌烈口 昨天做出的這個 黑色箭嘴 昨天做出的下跌烈口 現在要補回一些 恆之成分股來說 率先補回下跌烈口 叫做英俊 加上公行 公行 公行代表很弱小的板塊 就是納銀行股 就約了很久 看公行 今天也有些東西看 意思是甚麼 其實你看到一個頭肩頂 頭肩頂 小弟都畫了一段時間 開頭大家不為意嬸 都不覺得會出現頭肩頂下跌 不過 真是不幸運 跌下跌下跌 真是出現跌 而且越跌越多 跌下跌 其實已經接近完成了 量度跌幅 量度跌幅 就是這樣 極之接近完成 能量度跌幅 隨時已完 起碼從頭肩頂的走勢來講 加上 看看今天的低位 今天雖然低收的 不是叫做靚的 不過 今天低位是穿不到 這天的低位 換句話來講 市穿了底去不穿底 就是強於大市 有可能形成小傷底 都是出現反彈契機 官府剛才說的 恆生指數 和兩隻重磅股 都有反彈契機 勇猛的投資 其實都可以想想 分鑄博一下 當然不是太勇猛 等確認 確認 但市場氣氛稍微好轉 就可以博 有兩個指標大家看看 一個就是日圓 看到你們 就是圓頂頸線 上去 市場氣氛轉好跡象 如果破了綠色線追 更加是確認的信號 到時博的勝算 是更加高的銀行 加上 美國實名期各債都是 如果破了下降軌 都是市場氣氛好轉的跡象 勇敢的投資者 到時就可以 薄一薄 薄一薄反彈 今次市場關係 跟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